斩字书写技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狮子头横往右上扛肩往右下按压 往里收再来一个横 注意狮子头横向这一部分我们要给它写短一些紧凑 然后撇划往左下伸展 撇划放出去 里面的内容横往右上扛肩 然后竖竖再来一个横 这一横比上面狮子头要稍微的宽出来一些 往右边宽出来一些 然后竖体在这个竖画的正下方好 竖体向上出交 然后再来一个撇划 撇于竖体基本上是平行的关系 然后纳画往外放出去拖出纳脚来 这是斩子